練跑練得聰明,學習如何做plank 練跑只練對腳是不夠的 關鍵正正在於核心肌群 核心肌群不僅只有腹肌的前面 還有左右兩邊和後面的肌肉 他說核心肌群不夠fit 跑步可能會左搖右擺 甚至會影響個人前進的力量 所以跑得慢 連核心肌群還可以減輕與跑步有關的痛症 最主要是身體要繩直線 眼望前面 提腿時可以受控制速度 可以慢一點 每組做15至20下左右輪流做 看看示範完表情就知道動作是不容易做的 不過練核心肌群是辛苦的 跟動作名一樣,個人整個棒 用雙手支撐 保持腰不直的時候 其實已經鍛鍛鍊到核心肌群的前面和後面的肌肉 保持動作 20至30秒 難不理不住 試試升級版 姿勢應該不會太陌生了 要注意的是腰部保持不直 背部要微微地曲曲 記得肩膀和手肘要成一直線 好